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吓得他拔腿就跑了 回到店里 一对夫妻阿美和小白想找他帮忙 他突然想起来 这是在餐馆坐他们后桌那队 所以那个鬼小孩就是跟着他俩去的 他不打算干了 就跟他们坦白的说自己不干了 要看事去隔壁找珍珍 然后临走的时候 小白就把他儿子的CD顺走了 不一会儿店里又来了个女学生 不过他很奇怪 问啥都绕弯子 给我看爱情 看看我和男朋友有没有好结果 没问题 看账先 好 左手 那不是男左女友的吗 不是这么分的 左手是先天 右手是后天 我习惯他看先天先 那不看账行不行 然后直接走了 他路过珍珍的店的时候 珍珍看到他在肝偶 就出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结果这学生竟然消失了 珍珍就去找老张说这件事情 老张跟着推断 这个学生就是他早上遇到的那个鬼 溺水死的 然后珍珍上网查 发现小白在那所学校前阵子 的确有个女孩溺水死了 而且女孩有了身孕 老张一听 那怀孕的阿美可能就会有事啊 就想着跟珍珍去抓鬼 顺便把CD拿回来 果然学生去找阿美了 等小白回来发现门被翻锁了 这时珍珍回来了 小白就把事情招了 说自己让他怀孕了 老张听完就开始套路学生 说开门我许个CD就走 他就开门让珍珍和老张进去了 他俩就开始劝学生投胎 学生坚决不同意 非要整死阿美的孩子 老张就拽住学生 学生就挣扎 这个时候突然发现 他手心写的字 这是他生前 小白在他手上写的拉五 不过现在手心开始烂了 这就好比看了啥不该看的 找真眼的一个道理 学生终于同意放下了 去投胎了 老张拿到了CD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坐在一起吃完饭 最后老张儿子 神秘兮兮的告诉他 其实我有阴阳眼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 香港恐怖片 《迷林夜之放手》 这是李璧华鬼魅系列的故事 片子讽刺意味很强 属于那种三阶段式 经典恐怖故事 每部片子都有几个故事构成 故事性很强 演员演技比较精湛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推荐指数五颗星 今日的瓜妹说电影就到这 老铁门都看到这里了 就加个关注吧 咱们下个关注 再见咯